我们小学一个老师丁恩喜老师 他来学校发掘了我 他觉得这个孩子身上有很多爆发力 是可以练舞蹈的 是可以练舞蹈的 对 然后他就把我从学校提到 我们的所谓的少年之家 成为一个舞者 就开始培训从芭蕾开始 我想小孩学芭蕾在我的印象当中 一定是特别辛苦的 非常艰辛 我听说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去学芭蕾 好辛苦 可能不会有很多的这种 像十几岁或者七八岁的这种小朋友 所以一开始就对芭蕾这样一个训练 基本功的训练就会感到特别的痴迷和陶醉 可能看到这个芭蕾最后的时候 因为他太美了 但是如果一旦接触到这种 又太苦了 他可以说是所有舞蹈最苦的 但是芭蕾是这样 如果说你要真正的去做专业的芭蕾舞演员 那要具备相当优越的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芭蕾舞演员的 因为芭蕾舞演员的选择 跟你跳民间民族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你跳民间民族舞 舞蹈必须有芭蕾的基础 必须学芭蕾 如果你没有芭蕾的基础 就不要谈舞蹈 因为芭蕾就是说它是最基础 每个演员都必须经过的 不管就现在我们在教舞蹈 就教业余的专业的 每天上课芭蕾一定是最基础的 哪怕就是说暖身也是用芭蕾 让你身上肌肉也好 你的整个能力也好 全部是以芭蕾开始 因为这样就对每个演员 培养他的素质都是从芭蕾开始 芭蕾是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你不成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 那不会这么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而言之 学舞蹈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对 可是我觉得像您是一个 艺术水准相当高的 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蹈家 舞蹈演员 那可能在您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 也经历了很多这种 艰苦的这种训练的 一定会 如果您的孩子很小的话 您会把他送去学这种 因为我觉得很多舞蹈训练的时候 我看到过很多舞蹈训练 一些舞蹈演员他们的训练 会有受伤的过程 当然 因为如果我去弹钢琴 那我不会因为说我弹钢琴的时候 手指会受伤 我画画 我不会说我什么地方受伤 但是舞蹈是一个会和身体的这种 比如说脚啊 脚啊 膝盖啊 腰啊 是长长 这是我们的职业病 可以这样讲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练功 练芭蕾的时候 脚是 没有一个孩子的脚拿出来是好看的 指甲也好 那个就是说 整个骨头的形状全部变掉 这没有好看的 那再来就是那个脚腕啊 膝盖啊 腰啊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伤 就不同程度的大小 那么我还算是很幸运 基本上从小没有落什么 我算很幸运 这方面 对没有上到过 那么很多家长愿意送孩子去 因为就是想让孩子从 就是最美的从小开始 从他的心体 然后内美 就当然对音乐的理解 再加上经过舞蹈训练以后 他整个自身的条件 他的成长过程 他整个的身体条件 是不一样的 跟没有练过舞蹈的人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经过一些艰苦的训练 训练还是值得的 会得到很好的效益 一定会 不管对你的时候外表的东西 对你自身的那个身体条件 那会超过很多不练舞蹈的人 而先我想像他刚才您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芭蕾舞的训练 或者是这种特级基础的这种训练 不是只要你不是说 一定要成为一个专业级的舞蹈演员 不会达到那么艰苦的一个程度 应该没有这么酷 舞蹈 我自身的感受是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 很不错的芭蕾舞演员 要经过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而且是一路一路这样走上去 是一层一层更难的 非常之难 但是如果你要作为一个 其他的舞蹈演员 芭蕾是你的基础 也是一直不断地在练 但是不会像芭蕾舞演员那么难 首先你不会有脚尖的 这种训练去练习你 对不对 那么当然从基本功里边的 一些技巧 这些它都从芭蕾开始 而且芭蕾里边很多技巧 我们现在所有的舞蹈 民间舞 民族舞 然后加上美国 现代舞 爵士舞 它都跟芭蕾舞的技巧是分不开的 但是就说跟脚尖一点关系 脚尖是最苦的一个项目 对 非常辛苦的一个项目 每天都练一个 对 那是女孩子 那对男孩子来说 学芭蕾也是非常辛苦 她要永远地在举托那些女孩子 重的 轻的 她的托举 那么就说她要变成说 比一般的舞蹈的男孩子 要就是说她自己的力量 要非常的强壮 所以对练芭蕾来说超过 就是说我自身认为 就是说超过练其他舞蹈 其他舞蹈也很辛苦 只是说不同程度的 就看你怎么去想 如果说你自己爱好 多苦你都会走下去 我认为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曾经很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路走下来了 数十年 对 我想您从九岁开始进这行 然后在东方歌舞团的时候 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东方歌舞团是更辛苦了 说实在也不比芭蕾舞 好像简单多少 我记得我们刚刚进 东方歌舞团的时候 我们每天是六到七个小时的芭蕾舞 不是芭蕾舞 东方舞的训练 只是一个印度舞 我们可以蹲在地上 几个八拍蹲在地上 你想印度舞都是手啊眼啊 全部是那种很特别的 光是训练印度舞七八个小时 第二天是拉美的舞蹈 七八个小时 再来日本舞 再来朝鲜舞 再来非洲舞 不同不同的舞蹈训练 东方舞的训练也是很非常难 我们作为中国演员 去学外国的东西 你要跳得像人家 你不能说 照葫芦画瓢 做个模型的东西就行了不行 你要让人家的国家 人家的民族 承认你跳的是他们的文化 才可以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蛮就是说 怎么讲 很有怎么挑战性 对中国演员来说 我想您说那个 是非常专业的训练 专业级级级的训练 所以我们家长 如果把自己的小孩 送到舞蹈学校里面 去学习的话 刚才您介绍的 经过一些基本的舞蹈训练 和一些培训的话 那么在他对美的理解 对艺术的理解上面 对气质的培养上面 是相当的不同的 那您这个经典舞蹈教学团的话 您觉得这个舞展 可能据我理解 应该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了 因为您酝酿了很长时间 才推出了这么一个舞展 准备了有一年 对 那在这个舞展之后 那么这个经典舞蹈教学团 在发展方向上面 您的教学的这个设想 设计上面 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的 当然会有一些 因为这是做了这个 就是有点国际性的舞展以后 我准备就是说 在这个舞展以后 想就是说 如果说能有一些年轻的学生 十几岁的孩子 能够有一般人 如果能够开这样一个课程 让年轻的演员 从他们已经有了芭蕾 或者其他中国民间民族的基础以后 再来学一些 比如说 我开一些 比如说 我现在有的一些外国舞的 一些基础的训练 然后再教给他们一些 我认为不错的东方舞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甚至我们西方的舞蹈 美国的文化 舞蹈文化 那么对我们曾经 已经在跟过一些成人的团的话 也准备 这次因为给我的经验就是说 他们需要训练很多基础的东西 不管哪个国家的舞蹈 你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 你只是教给他一个舞蹈 他只说把它画下来了 可是并没有达到 真正的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觉得 我应该有这样一个计划去做 让将来的演员 都有这个机会 在学到很多基础的东西 让他们在舞蹈生涯方面 就说 更多地去了解 全世界也好 各种不同的舞蹈文化 这样子 非常好 谢谢您 赵老师 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谢谢您 我们在这里呢 祝您这个岁月足音的舞展 在4月15日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成功 也祝您这个经典舞蹈教学团 能够在以后的发展当中 给很多的我们华裔社区的 这些孩子们 带来更多学习舞蹈 体验舞蹈的机会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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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天天话题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祝您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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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